两天的飞行,美国阿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昨天与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 阿特兰蒂斯号此次飞行的主要任务是为空间站运送重约12.4吨的备件 共有6名宇航员随阿特兰蒂斯号升空 他们将进行三次太空行走,在空间站托架上安装两个平台